黑夜孤灯讲隐秘 恶僧无花有怪癖 寡人有极独好色 疑惑江湖风波里 在独行叹了一口气 对楚刘相说 哎 相帅 隐恶扬善 不愿接别人的隐私 这种德行固然可敬啊 怎奈天莽惠惠 疏而不露 一个人做的事 无论多么秘密 迟早 那还是要被别人知道的 他叹息着 接着说 哎 南宫陵虽然罪大恶极 但人死之后 也就一了败了了 比邦的几位长老决议之下 还是准备将他的遗体 以帮主治理安葬啊 这 这自然也是因为 他们觉得家仇不可外扬 此中的苦衷 相帅 相必 也能了解 楚刘相说 是 带都行接着说 本邦弟子前点南宫陵生前的遗物 准备将之寻葬的时候 却发现他的遗物之中 有个制作很古雅的沐鱼 哦 沐鱼 嗯 就是出家人送经时用的沐鱼 比邦子弟既不拜佛也不念经 怎么会有沐鱼留下来呢 于是大家想 这个沐鱼必定是 无花 寄存在这里的 嗯 不错 戴都行又说 大家只要想到南宫陵的一生 那都是被这个恶僧无花所害 都不免起了悲愤之心 要知道 南宫陵小时候 那本是个善提人意的乖孩子啊 比邦的长老们 都对他有着极深厚的感情的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 心里暗暗想 自己的孩子做了错事 父母一定要认为是别的孩子带坏的 这本是人之常情 他又听戴独行接着说 其中 尤其 王长老的心情 最激动啊 他忍不住 将这个沐鱼夺过来 重重的就摔在了地上了 这只沐鱼摔破之后 里面 竟然就献出了 一本纸布 楚留香动容说 什么 纸布 上面记着什么是 这纸布被收藏的这样的隐秘 上面记载的 总非武功的心法 也一定是其他的秘密 老朽等也并非喜欢接人隐私的人 本来呀 就准备把他烧了 但是 王长老却认为 这其中的秘密 说不定与盖帮有关呢 所以他坚持要瞧瞧 要知该帮弟子 速来与正道自去 而窥看别人的密函 私记 那是一件很不光明磊落的事啊 所以 带独行才说了这么多话来解释 楚留香自然 唯唯称事 带独行喝了一杯酒 又接着说 这本纸布上记载的果然是无花一生的秘密 老朽实在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丢人的事情都记下来 楚留香笑着说 这些事啊 前辈虽然觉得很丢人 而无花却说不定反而觉得 是自己的得意之事 他既然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只有主条迹象 调以自卫了 带独行也笑了笑说 香帅啊 你对这些恶人的心理 那的确是研究得很透了 难怪无论多么狡猾的人 一到香帅 就无法遁形了 楚留香指的又欠身牵械 却问道 那无花所记载的那些秘密之中 莫非是有关神水宫的吗 是啊 正因为如此 是以老朽才专程前来 报告香帅的 不干 他沉吟着 又说 前辈的意思 是否要把那本笔记 借给晚辈 你悦呢 带独行也沉吟着缓缓地说 老朽本有此意 但 但 无花号称 妙僧 江湖中一些名门士家 都以能请他做客为荣 所以 所以他那本密集之上 还记着不少别人家的 规格千金的影子 用事泄露出一些的话 那江湖上不知有多少的好人家 那家庭就要被拆散 多少位好女子就要含羞而死 所以 所以老朽 已将那本脏东西烧了 烧了 烧得好 但那上面 所记载下的有关神水宫的事 老朽却已铭记在心了 这因 他也许就是 唯一进过神水宫的男人 他的记载 自然是弥足珍贵的 晚辈 愿闻其想 嗯 他的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 不但妙节音律书画 而且妙于说法 连神水宫 殷公主 都闻得他的大名 而殷公主却是一位 礼佛甚成的人 这一点晚辈 也曾听人说过 神水宫主 照他说法 无法非但觉得很荣幸 而且正中下怀呀 只因他早就在动 天一神水的主意了 嗯 是啊 要想置人于死 而死后却瞧不出中毒之相 世上除了天一神水 其他无 是啊 但是他虽然进了神水宫 可还是无机可乘啊 只因殷公主对门下的子弟 日数 那是非常严的 他根本没有机会 跟那些姑娘说话 哦 而且殷公主 并没有留他住在神水宫 只不过每日有五十开始 请他来说法一个时辰 说完了 立刻就有人送他出谷 想度听一刻都办不到 哦 那接送他的是些什么人呢 接送他的是四位神水宫的女弟子 四个人互相监督 本来实在可说是毫无可乘的机会 甚至连无法自己都已经认为绝望了 谁知有一天 他忽然发现这四位姑娘之中竟有一位 再对他偷偷的笑 楚流香叹道 嗯 这个姑娘想必就是司徒静了 不错呀 但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 司徒静这个名字 他只是觉得这位姑娘的眼波之中 似乎在默默寒情 仿佛对他有益 只不过两人之间还是没有说话的机会 哼 像吴花这种人 要调情 那是用不着说话的 但是 没有机会 他还是无法下手啊 像他这种人自然会自己制造机会 正是如此啊 据他的记载 神水宫乃是一座山谷 谷中是繁华如锦 宛如桃源 林木 眼影之间 点缀着许多的亭台楼阁 那就是神水宫的女弟子们的知处了 荣儿果然没有说错 但刘吴梅所说的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戴独行接着说 山谷之中还有一道破墓 智如飞龙 瀑布下有潭如镜 潭水之中有一块大石头 那就是吴花的说法之助了 吴花一个人 入骨之后 就坐在这块大石头上 说法 说完了就走 他苦心愁化之下 觉得只有在这块大石头上做手脚了 这能做什么手脚呢 这块大石头本来平滑如镜 有天 他入骨之后 故意踏了一脚 青苔弥明 一踏上石头 就故意滑下去 人人都知 吴花乃少林的高祖啊 若说他连战都战不完 别人自然不信 但是得他鞋底有了青苔弥明 就难说了 何况他还故意连变了几种身法 再跌入水中 此人做作之高明 就连阴公主都被他瞒过了 丑柳香 暗暗地说 我又何尝不是被他瞒过许多次 一个人若能骗过我 只怕就很少有骗不过的人 这个时候 戴独行接着说 他全身石头之后 自然 难以安心说法了 自然要先把衣服烘干了 这个要求 谁也不能说不合理呀 连阴公主也没法拒绝呀 所以就叫人带他到山脚下的一座小庙里 还为他升起了一堆火烤衣服 要把衣服烤干 至少要半个时辰 是啊 半个时辰已经可做很多事了 戴独行接着说 他以为 那对他微笑的姑娘司徒静 也一定会趁此机会 跟他单独相处的 谁知却是另外两位姑娘 把他带到庙里的 而且升起火之后 立刻就退出去了 还把那个小庙的门窗 全都关得紧紧的 这么一来 我岂非也无计可施了 戴独行却说 他正在发愁的时候 那位司徒姑娘 竟忽然自神漫后 走出来了 而且自愿 陷身于他 这一变化 据记载 连他自己都觉得很意外 土流香也为之动容 喃喃地说 那位司徒姑娘 是自神漫后走出来的 如此出来 那小庙里必定有一条密道了 神水宫里每栋房子 是不是都有神秘的密道 是不是每条密道都通向水母阴基的居处呢 甚至还有密道远达柳梅所在的 哪个菩提安呢 戴独行虽然并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 也没有追问 只是接着说 据他说 那司徒竟原来是殷公主最亲信的弟子之一啊 和他缠绵一度之后 就对他死心塌地了 武华只不过说 像见识见识天一神水 那司徒竟就立刻为他偷了一瓶出来 两天之后 在武华出谷的时候 就偷偷地交给了他 楚流香惊讶地说 竟有如此容易 戴独行说 他自己实在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办得这样的容易 因为山水宫的门下 虽然艳如桃李 却都是冷若冰霜啊 他再也没有想到 司徒竟竟会自愿前身 竟好像比挡妇银娃 还要轻调啊 楚流香说 而且他在一两天之内 就能将整平的天一神水偷出来 他自然是水母阴姬宠信的弟子 他能够得到水母的宠信 明日自然不是个轻跳阴荡的人 他怎么会一见到乌花 就完全变了呢 戴独行叹道 这只怕就是佛门所说的灭源 以弟子看来 这其中只怕另有隐情 无论其中是否另有隐情 这件事情总算已经过去了 老朽今日重提旧事 只不过想让相帅 对山水宫的情况有个了解 那本秘籍既是乌花写给自己看的 所记载的必定都是实情 所以一老朽推断 殷公主的居住 只怕是在山腰地体 而且必定就在那水潭的附近 所以乌花在讲经的时候 他才听得到 就在这个时候 两个人忽然都站起来了 外面一昧风响 一个人笑着说 有酒有菜 却不找我来 代老前辈 未免是 后子 而博弼吧 在笑声中闯进来的 自然是胡铁花 但是他也感到 现在并不是喝酒的时候 因为他现在急着要说话 楚留相听他说出了方才的经过 又不禁开始去摸鼻子了 楚留相觉得很愉快 或者是很不愉快的时候 都忍不住要摸鼻子 我得话说 你你你你你 别别别 用不着摸鼻子 也用不着替荣荣担心 他比你想象的要能干得多 楚留相沉吟地说 听你这么说 死的那六个人 并不能算是江湖中第一流的角色 只不过偶尔做了一票盗买卖 不做 代独行抢着说 那六个人并不是什么一流高手 老朽也并不是特地跟着他们来的 只不过是在这里撞见了 胡铁花笑着说 那样的角色自然不值得 劳动前辈的打架呀 前辈用不着解释 我们看得出来 楚留相笑着说 如此说来 功难验此番出谷 也绝不是为了对付他们的 只不过 那六个人时运不济 凑巧碰见了他 代独行说 何以见得的 胡铁花大笑着说 文贤格尔之雅异啊 前辈难道还听不出他的贤外之音吗 代独行微笑着 胡铁花接着说 功难验就是上次去找楚留乡的人啊 阴记 既然派他去找堂堂的楚乡帅 可见他必定是神水宫门下数一数二的角色了 但是那六个人 这只不过是江湖之中无名的小卒 那是不值得劳动他的打架的 楚留相瞪着他一眼说 我发现你今天的话说的太多 酒喝的太少了吧 代独行说 这话没有说错呀 神水宫派出来找楚乡帅的人 在宫中的身份必定是很高的 那绝不会专成为了那六个人出谷的呀 胡铁花说 如此说来 功难验此番出谷 难道是为了对付楚留相的吗 但是 他们怎么会知道 他楚留相已经到了这里了呢 楚留相沉吟着 代独行却已经将桌上的韭菜 全都装在了一个麻袋里了 又熄灭了猪火 沉声说 黑夜孤灯 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 胡兄既能找到这里 别人也能找得到 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喝酒吧 楚留相刚转身走到了门口 忽然就停住了脚步 站在窗子旁的胡铁花 却过了半晨之后 才看出 在夜色之中 果然 又列来了两条人影 这两个人的身形都是出奇的轻快 尤其是左面的身材脚矮的一个 楚留相和代独行那都是一等一的大行家呀 一眼就看出 这个人不但轻功极口 而且始终都能保持这种优雅和从容的姿态 就仿佛在随着晚风中无声的节奏 在飘然而舞 蝴蝶花瞧了瞧代独行 又瞧了瞧楚留相 忍不住谈一口气 他平时对自己的轻功那是很自负道 但是今天晚上 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人 那轻功都要高出他很多很多 就好像一时之间 天下所有的轻功高手 全都拥到这个小城来了 戴独行悄悄地打了个手势 三人 以全都自另外一边的窗户退出去 窗外就是个草木很密的土坑 他们并没有走多远 只是隐身在草木的阴影之中 三个人的心里都在暗暗地猜测 这两个人是谁 为何而来 他们决心要等着瞧个水落石出 但是这两个人 不但直奔着学堂而来 而且还似乎来过不止一次 对这附近一带的地势熟悉得很 他们在外面一巡视 就走进了这个学堂 身材脚矮的一个人 刚跨进了门槛 就停住了脚步 陈生说 这个门怎么没有关上啊 另一个人微笑地说 小孩子 爸爸的造线防线回家呢 哪儿还会记得关门呢 那个人又沉浸地说 但在这里教学的还是那位王先生吗 我知道这个人是个一丝不苟的老古板呢 他做事素来都是谨慎得很呢 嗯 怎么会 身材较高的一个人笑着打断了他的话说 嘿嘿嘿嘿 他只怕呀 只怕也被孩子们吵昏了 何况关不关门又何妨啊 反正这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值得劳动良上君子的大家呀 说话这个人的声音 和欢 苍老 可是听起来熟悉得很 胡铁花和楚留相一时间 正想不起他是谁 身材较矮的人已经走到了窗口 他们方才退出去的时候 也忘记把这个窗子关上了 山坡挡住了星光 但是依稀仍可变出这个人的面目 胡铁花和楚留相心里都不禁有些惊讶 这个人 那居然就是他们在雍翠山庄所见到的 那神秘的黑衣剑客 另一个人 那无疑就是君子剑黄鲁直了 那么这两个人深更半夜的到这里来 而且行踪又是如此的隐秘 好像生怕被别人发觉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又是个人的黑衣剑客